NVIDIA的RTX40系列終於出現,首波開賣會是4090 而今晚率先解禁會是4090的Finder Edition 究竟4090是否與傳聞中所說是靠DLSS Work Fund 還是對Gammer來說是一個新時代呢? 想知道的話,射速就會每個細節與大家逐個試 今次RTX40系列對Gammer來說最重要是DLSS3 DLSS對Ncard使用者來說應該都不會陌生 但今次DLSS3正是局限於RTX40系列使用 因為它裡面加入了很多AI運算的技術 所以使用更強和數量更多的Tensor Core去運算 而當中最重要的一項就叫做Frame Generation 它的作用就是在兩個Frame之間插入一個由AI運算的Frame 聽起來就好像以前將舊動畫通過SVP變成60格播放 而它的作用就有兩個 第一就是畫面顯示的格數可以多一倍 第二就是配合Reflex Boost技術 可以壓低輸入的延遲 從測試中Cyberpunk 2077啟用DLSS和Frame Generation後 畫面其實跟沒有開Frame Generation分別不大 但遊戲在FPS上兩者就有很大的差距 看回測試結果 可以看到4090啟用DLSS和Frame Generation後 遊戲表現的確是大幅拋離3090 當中涉及ray tracing的項目 增幅更可以達95%至145% 令4090可以更輕鬆運行4K解像度ray tracing的遊戲 而另一款DLSS3有demo的遊戲就是Fight Simulator 結果所見開與不開Frame Generation 遊戲的FPS會相差接近一倍 只不過只啟用DLSS不開Frame Generation 遊戲表現似乎與原生4K幾乎沒有什麼分別 變相立刻要推高Fight Sim的表現 只能靠Frame Generation 不過AI運算再勁 都不能確保百分百零瑕疵 暫時發現如果遊戲畫面有 Might Build這類數字轉動有關的物件 放慢看的話就會有輕微脫格的情況 不過正常畫面一秒顯示過百格來說 肉眼是不太可能察覺到 雖然4090配合DLSS3的效果的確是很厲害 而且根據NVIDIA的說法 遊戲由DLSS2升級到DLSS3應該不難 只不過目前為止 對應DLSS3的遊戲不算很多 日後多不多舊3A大作會升級DLSS3 亦是未知數 那麼這麼早買RTX40系列或者4090 那就變了用不著 為了可以看看4090不走DLSS3 甚至不開DLSS有什麼表現 3DMark就特別推出了一個DLSS測試的項目 裡面可以設定解像度、DLSS版本和程度等等 結果所見4090執行DLSS3會錄得167.5fps 走回DLSS2表現只是下降約20% 還有134fps 看看百分比 基於DLSS2 3090的表現增幅就好像高於4090 但內何4090錄得134fps 仍然高於3090錄得的74.8fps近80% 所以總結就是4090走回DLSS2甚至原生4K 表現都是原性3090 而且相關的優勢還延伸到8K解像度 令原生8K解像度只有13fps 啟用DLSS2後就可以去到57.9fps 甚至DLSS3可以去到91fps 既然4090走回DLSS2表現都依然強勁 那麼大家最想知道現在的遊戲表現會如何 那我們就先看看原生4K解像度遊戲的表現 七款遊戲之中除了Fight Sim之外 4090領先3090的幅度 就由33%到110%不等 其中APEX LEGEND更錄得平均280fps的遊戲表現 看完剛才的成績 我們就知道4090在4K解像度的遊戲表現 就比3090更強很多 不過買卡又不一定會換上4K144螢幕 那麼如果走回2K甚至1080p解像度 遊戲表現又會如何呢 好針對今次的測試 我們就試了Forza 5 可以見到4090由4K降至2K解像度 遊戲表現由129fps上升到181fps 但再降至1080p 遊戲的表現就只是微升了5fps那麼多 雖然成績依然0C3090 但幅度就明顯被2K解像度收窄 而這個情況基本上在RTX30系列就已經有 所以想入手4090 建議最好都有2K螢幕 最後就看看功耗和溫度 因為有留意到4090今次的TGP 去到450W那麼高 MAX TGP更可以去到660W 再加上那條一開400pin 令不少人都聞風喪膽 而結果出來就連蛇叔我都有少少意外 先看看跑3DMark Time Spy Extreme Stress的測試 可以見到4090FE風扇Auto狀態 轉速就會去到1410rpm GPU溫度就錄得67度 功耗就可以去到425W 而風扇手動80%轉速時 GPU溫度就會下降到59度 功耗也會微微下降至410W 而火牛顯示的平台功耗 就大約會是540-550W 對比3090的數據 顯示卡功耗就錄得368W 而火牛顯示的平台功耗 就大約是500W 換言之4090走Timespy Extreme 就會比3090用多接近50W 換個貼地點的遊戲測試環境 今次就會執行Cyberpunk 2077 執行4K解像度和DLSS Performance 功耗數據 4090無論是開關 Frame Generation情況下 顯示卡功耗都僅錄得335W和314W 相比3090就同樣維持368W 結果4090對比3090就會由剛才多50W 變小20W 看到這裡是否覺得很奇怪呢 經過幾次反覆的實驗之後 射手就發現這個可能是RTX40系列的特性 因為過往是RTX30系列之前的型號 為了跑遊戲試功耗可以貼地點 我就會習慣開DLSS 一般來說對GPU功耗都不會有影響 但去到4090只要啟用DLSS 不論是開還是不開Frame Generation GPU功耗都會比原生4K解像度有明顯下降 而且除了Cyberpunk 2077之外 射速試過其他遊戲結果都是一樣 除了4090的效能和DLSS 3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Gammer一定要知道 它就是AV1的編碼 用於直播和錄影 就可以有更加的壓縮和畫質 通過支援NV ENC AV1版本的OBS Studio 射速就嘗試過錄影 4K60 10Mbps的影片 一段就用AV1格式 一段就用H.264格式 結果的差異非常明顯 AV1在畫質上就完成H.264 而且除了OBS Studio之外 連Discord之後都會對應AV1格式 和朋友分享遊戲畫面 就算只有720p 都可以有更加的畫質 簡單總括來說 RTX40系列頭炮4090的效能 可以說是大躍進 射速試過後幾乎可以肯定 如果時間不相差很多 基本上不會考慮3090和3090 Ti 再加上可以運行最新的DLSS 3 追求4K144以上的條件實在很難抗拒 不過4090大家想知道的東西 又怎知道那麼少 所以射速我之後就會出多條片 介紹其他品牌的4090 順便實戰一下砌機 以及看看砌機要留意的事項 包括火牛、機箱和千斤頂等等 所以今集的主題就到尾聲了 看見你們就記得Like、Share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以及按下新片提示的小鈴鐺